哈马斯扣押了大约150名以色列人之后 现在加沙的230万巴勒斯坦民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了人质 加沙唯一的发电站已经关闭 美联社记者报道说 周四在加沙的面包店和杂货店 抖胆开门营业的几个小时前 人们就在外面排起了长队 试图在货架被清空之前囤积食物 也就是说 在今早排长队抢购食物之前 加沙人已经在几乎完全停电的废墟中 度过了一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周四中午表示 被封锁的加沙地带 仍有一些燃料用于运行发电机 包括医院的发电机 但可能在数小时内耗尽 加沙最大医院的外科医生希塔说 至少有50名被炸伤的病人 排队等着他去做手术 美联社描述称 许多不知下一轮空袭何时降临的巴勒斯坦人 带着他们的物品在街上奔跑 寻找一个栖身之所 成千上万人挤进了联合国开办的学校 有人住在亲戚家里 有人住在让他们进来的陌生人家里 此前为了报复哈马斯上周六的突袭 以色列全国围困了加沙地带 切断所有电力和水供应 封锁食品和燃料供应 并发动了巴以冲突75年历史上 迄今为止最猛烈的轰炸行动 并表示正在为可能的地面进攻做准备 以色列政府表示 在被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制释放之前 被围困的加沙将没有电力燃料和水供应 向加沙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以色列能源部长伊斯雷尔卡茨 周四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 在以色列人制返回家园之前 电源开关不会打开 水龙头不会打开 也不会有燃料卡车进入 截至周四早上 巴勒斯坦卫生部说 加沙地带死以以军报复性空袭的人数 上升到1200人 自2007年以来 加沙这片长达25英里的飞地一直受到封锁 其230万居民中超6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儿童的生活条件 此前被描述为人间地狱 现在最后一座发电厂关闭 医院满负荷运转 本来以色列允许埃及通过拉法过境点 向加沙运送一些原住和燃料 但拉法过境点在本周早些时候遭到空袭后被关闭 绝望的加沙居民没有逃生路线 英国独立报记者周四也从加沙发会报道 标题是 25英里长的加沙地带关押着230万囚犯 哈马斯此前威胁说 如果以色列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 袭击巴勒斯坦平民 他们将杀死人质 以色列则辩解说 并没有进行地毯式轰炸 尽管有些人希望看到那些 以色列声称 袭击目标的决定是基于情报和对平民的警告 联合国一个独立专家小组 周四同时谴责了哈马斯和以色列 这个专家小组在谴责哈马斯犯下的可怕罪行 强调被哈马斯抓走的平民 必须立即释放的同时 谴责以色列对已经筋疲力尽的 加沙巴勒斯坦人民 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军事攻击 联合国专家们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们在非法封锁下生活了16年 已经经历了5次残酷的战争 这些战争至今仍未得到解释 下来咱们在哪里 这些战争下的灘争屡下来 这些战争至今仍未到辞取的 什么侠道就可以赢了 下集结束的水毫